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安 来到10月17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 洪亚尔 今早有所罗门集团投资及ESG 亚太区总监网友中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Johnson Andy Hi 早安 大家好 见到美股都反复做好 金融股业绩好都带动着道指创新高 港股方面市场冲劲 今早早很快 中央有寄招 究竟有没有再有新招 恒指亚其身近200点 等下都会问Andy 如何看美股和港股的部署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些两名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股三大指数 星期三是先跌后升 密部分科技股受额 一度拖累着美股市况 但金融股业绩来想带动美股 道指美市最多升360点 收市部43077点 升337点 标指升0.47 5842点 纳指一度跌大约0.5 收市升0.28 到18367点 摩根治单利季超预期 股价超高6.5% 高盛和花旗升超过1-2% 另外联合航空职优 兼宣布回报计划 股价炒高1.2% 其他航空股都受到追捧 欧洲股市表现参差 欧央行星期四已息欧元偏远 美股指数一度升到103.6%水平 中东紧张局势升温 资金买入黄金和美债避险 现货金价曾经升穿每盎子2680美元 而美国十年期债息退售四离关 焦点的科技、美股 Meta跌1.6% 苹果跌近1% Google、亚马逊、美元也偏远 Tesla升0.8% 而之前一日急跌的NVIDIA版弹3% 美光科技也弹升超过4% 业绩差过预期的ASML未止跌 星期三再跌超过6% 而英特尔产品被中国网络安全组织要求 接受审查 股价跌1.5%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京东比港股升1.4% 百度升近1% 腾讯和美团升0.5%至0.8% 腾讯只算报417.74% 美团只算报174.6% 阿里巴巴比港股未升0.3% 网易偏远 汇丰控股ADR比起本港收市升超过1% 至算报68.54% 友邦升近1% 港交索升0.4% 米亚迪升0.3% 健康偏远 今朝外为市况 马资道指期货暂时偏远 43,308.34% 纳指标志期货偏远 而亚泰区股市方面 普遍都靠稳 其中日本市方面 日经平均指数39,213.33% 南韩股市微升2点 澳洲市升0.6% 新西兰股市升0.3% 新西兰股市升0.3% 接着我们看看恒指黑旗的表现 黑旗也做好 预示港股 待会初段有机会高开 黑旗升过百点 先和Andy 谈谈外围的市况 美股都很聪明 继续是一个反复破顶的格局 但未来一个最大的风险因素 就是总统大选 11月初就来 究竟我们应该是哪个总统上场 哪位候选人上场 是美股反复向上的趋势 还是不变 还是怎样 你看高位回落的风险 又大不大呢 其实最重要 我觉得以一个中线的角度 都是基本面 基本面 现在暂时还是平均的 看到经济又不是放缓得很厉害的 甚至最重要 就是当大家的预期 衰退风险的预期降低的时候 其实对于企业的 无论管理层自己打算怎么行 甚至大家的预测都会相对偏乐观一点 是的 因为其实留意过去这两个星期的时候 其实有看到大行 这个媒体上好像少提一些 但是大行是有说到 他们预计未来十二个月 美国的衰退风险是下调了的 是的 风险低了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很多人都会问 美股是纯粹只是炒业绩 还是怎样呢 为什么会破了顶 其实由那个消息开始带动 是的 整体来说 既然那个格局是可以的话 那我相信 因为这次美国大选 就算结果出来了 就算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特朗普上场 是的 但是特朗普上场的话 我自己觉得可能会短期带来一些震荡的风险 但是他在做的事情可能会比较理好美国那些 反而是可能外围 大家会最怕是关税的那些情景 可能会令到时候可能情绪差一点 但是因为呢 其实大家又会去看 如果是特朗普那边上场 那其实大家可能参议院、中议院的票数 那些那些 其实又可能会变成跛脚鸭 那样的 可能大家未必做到很多事情 所以在这一个大条件、大情况下 我会 或者叫做看法就是 美国的美股那边 如果是Harris那边赢的 可能短期的波动会小一点 但是如果特朗普上场的话 就会有一个大一点的震荡 但是不是一些什么股灾 那些情景来的 是的 所以就是蚕着究竟是Harris 又继续维持着过去那一年多的一个看法 都是继续每次逢低吸纳的一个做法 当然就可能是尋捕 在美股里面选股的能力就很重要 现在就是美股正值的业绩期 通常首轮焦点都是金融股的 幸好最近这几个出来的业绩好像都不错 像大摩、高盛、花旗 出来的季绩也是超出市场预期 你自己一看金融股又可不可以追入呢? 其实我觉得金融股整体来说 当然大家会看到很多个都做得不错 公布的业绩也是挺好的 甚至从上个星期开始的 甚至是威尔斯巴格、JP摩根 去到最近刚刚的高盛、MS 其实都是不错的 我会说整体来说 每间银行有自己的 有些位置可能有些 实名位置是差一点的 即是可能有些公司的 级续维币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但是整体来说我们会看到 比较明显就是大部分的银行 都是因为投资相关部门的收益 令到他们整体的大数是比市场预期好 所以这一件事就是 我们之前也说 如果美国的金融市场 即是无论股同债做得不差的时候 和多些投资那部分的公司 就是这些银行其实会做得好一点 是的 因为连本应大家一向都觉得 威尔斯巴格 即是不算特别会 常常提到投资那边那些 那其实他今次份业绩 都是有因为投资的 那个相关的业务 令到其实它是带了出来的 所以连原本大家觉得最努力的那只 即是WFC 即是威尔斯巴格 都这样的话 那我只能这么说 如果不是用一个炒作的角度 那金融股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是自己杯茶来的 是的 但是如果喜欢炒作那些 就可能那些人会嫌波动不够大 但是最少带到出来的讯息 是暂时应该是健康的 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金融股做得不好 大家就会多一点忍忧 是的 唯一你说美中不足的 就是看到City那份 究竟那边的信用状态 有没有会慢慢变差 但是我觉得暂时就不要 不要整天太过几人优天 是的 因为太过几人优天 那就是由八月可能又会 又会无故地去做蛋 甚至可能离开了美股 甚至可能就是 原来过去那两个星期 就是我比较留意到 就是那些人是觉得原来 一边充斥着整个负面因素 就是说可能中国政策不够 说中东局势紧张 又怕日本加息 但是谁知道美股就破了顶了